HELLO 各位同學好 接下來這系列的影片要介紹微波的相關實驗 包含了微波的基本性質 實驗儀器的組裝 以及簡易示範實驗 另外還有微波的反射、折射、干射、繞射、鑄波與偏正等相關實驗 希望透過這系列的影片讓大家對微波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我們知道微波其實就是一種電磁波 電磁波透過電場與磁場交互作用 將能量傳遞出去 因此具有波動的基本特性 也就是反射、折射、干射與繞射 微波的頻率大約在3乘以10的8次方到3乘以10的11次方赫兹之間 換算成波長大約在1公尺到1毫米的範圍 像我們常使用的微波爐 它的微波波長大約在12.24公分左右 而上網所使用的2.5GHz Wi-Fi 微波波長也在12.5公分左右 未來5G網路的時代 它所使用微波的波長大約是6公分 而這次微波實驗所使用的微波頻率更高 波長更短大約只有2.85公分 若是更短的微波則稱為毫米波 主要運用在軍事通訊上 微波實驗的主要儀器有 微波發射器 內部有二集體元件發射訊號 功率大約15毫瓦 雖然沒有很大 但是也不可以用眼睛直視 另一端則是微波接收器 內部有晶體檢測元件 將微波的訊號轉成電流的訊號 或是電壓的訊號 讓我們讀取 外型設計成喇叭狀 是為了要增強微波的方向性 附上尺規的軌道 我們在讀取數據時方便記錄 其他配件則是有 三用電錶 金屬板 偏極化板 零近模擬盒 都是輔助我們分析微波的性質所使用 那我們就開始實驗吧 架設儀器的部分很簡單 將微波的發射器與接收器 固定在這個軌道的支架上 並接上電源 在接收器的部分 接上三用電錶讀取數據 接收器的部分先切在LO檔位 如果之後訊號太弱 可以再調整成HI檔位 避免訊號放大過多損壞儀器 架設完儀器 接著我們來簡單示範一下 微波遇到障礙物時的基本特性 大致分為 穿透、吸收與反射 首先開啟電源 微波的訊號大約在1.4V左右 當微波經過海綿的時候 就像沒有穿過 看來微波在傳遞的過程 有沒有經過這個海綿 對於接收的訊號 似乎沒有什麼影響 是不是很神奇呢 接著是水、食物這類的物質 它們會吸收電磁波 原本塑膠盒放在發射器與接收器的中間 偵測器還是能夠接收到大部分的訊號 但如果將水加入塑膠盒中 則微波的訊號就被水吸收了 這也是為什麼微波食物時 食物所含的水分越多 加熱的會越快 最後一類則是金屬材質 比較容易反射電磁波 因此將金屬放在發射器與接收器的中間 訊號就完全消失了 這也是為什麼講手機進電梯時 常常會斷訊的原因 因為微波的訊號被金屬反射了 最後提醒同學 在做實驗時 減少我們的身體在微波量測範圍移動 因為移動的過程 多少會影響訊號的傳遞